到了秋冬季节 不少人会感觉到自己的情绪起伏似乎变大了 产生所谓的季节性心理疾病 也有人称为是秋杯 但多数情绪表现属于主观感受 难以被别人察觉 因此心理事业表示说 可以透过外险的食欲、睡眠等现象观察 适时借由治疗控制心理疾病 台湾乱述虑转为成红 宣告着秋季找不到来 虽然秋季绝美迷人 但季节交替之际 不少人的情绪出现起起伏伏的情况 那这个灰暗的秋天冬天 这大概指的是某一部分的忧郁症的个案 确实有可能有这样的状况 这类型的秋季忧郁症 多数表现在自我情绪上 但心理情绪变化属于个人的主观感受 对于外人而言实在难以察觉 对此心理事业表示 其实观察生活中的三种外线行为 就能发现病症 食欲睡眠变得比较少 或者说食欲比较差 睡眠睡不着 那整个人比较无精打采 那可能就要怀疑说 是不是有忧郁症复发的状况 那反过来像 就是说睡眠量减少了 话突然变多 这种所谓的外险症状比较明显 那可能就要小心说 是不是造症的发作 心理疾病没有特效药 就如同慢性病 必须长期回诊追踪 服药控制 适当治疗就能回复一定程度的生活品质 过程中也仰赖家人亲友的支持与关怀 逐步重回身心健康的乐活状态 这里下周会台东视报道